散戶變大戶跨出財富自由地步 大家好我是Sandy小老師 歡迎回到散戶進化論 最近的財股在電子方面其實是神走牆 導致很多傳產股大幅度的下跌 加上美國的政府又傳出要壓制運價 這個消息一出 很多航運上的水手們都被套牢了 這時候應該要怎麼辦才好 不過也有另外一個說法啦 就是說 已經幾家航運股 它極跌了這樣三成以上 是不是逢低買進的 好機會呢 今天都在節目中要來跟大家分享哦 那麼大家如果想要跟我多做進一步的認識 可以倒下旁邊的QR Code 到我的粉絲專頁幫我按個讚 跟我一起聊聊天 好的那就趕快來請教一下王伯囉 歡迎王伯 王伯好 Sandy長 同學們大家好 王伯小檔案 王建文 王伯 北大氣管系博士候選人 北大國際財務金融碩士 非凡 東森 三立 標訪明師 大學講師 證券分析師 期貨分析師 信托 理財規劃 產業結構分析 法人籌碼分析 公司營收分析 老實在哦 那個王伯啊 你看這個航運股哦 這個風風雨雨 大風大浪 然後一下 一下長高 一下又下跌 不知道現在到底應該怎麼辦才好 不過呢 有很多同學們在想 哎 現在既然下跌了這麼多 是不是可以趁機去買進呢 好的哦 其實哦 我想同學們如果在我的line裡面 我在7月1號的時候有提醒 提醒說 航運股短線上的高點已經慢慢到了 大家可以什麼 可以確保獲利 你說短線先不要追了 如果你在line裡面 你都可以在貼文串裡面看到紀錄 然後呢 其實這兩天啊 包含像長龍 長龍被關第二次之後 就導致了整個那個航運股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 所謂的賣壓嘛 賣壓下來 那當然有的資金就是剛才Sandy講的 跑到電子去嘛 對 所以電子哦 那時候我們跟同學們講的一些那個 低檔低位階的電子 活蹦亂跳一直去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問題來就是說 好 那航運急跌了 航運急跌了 那該怎麼辦 因為有很多的水手 有很多的海軍 有很多同學還在船上 所以其實啦 如果你在我的line裡面 其實我也是 我也是禮拜二禮拜三 我都提醒同學 其實陽明回撤所謂的月線之後 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機會 那沒想到啦 那個 那個 禮拜三回撤所謂的月線之後 然後禮拜四就直接往上攻嘛 讓它掌握 我個人認為啦 現在 跟Sandy說的一樣 風影很大 很大 在飄搖不定 那個水手們都在船上晃 風浪很大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基本面 接下來產業面的變化 那同學們一定要鎖定我們散戶進化論 我們都會幫同學們追蹤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這集主要會跟同學們分享說 你該怎麼做 你該怎麼看 對 我覺得很重要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最近的新聞 最近的風風雨 好 我們把這張放到給同學們看 如果你是水手你在船上的話 你看到杜金龍講的話 其實你一定什麼 一定很氣啦 為什麼 因為其實杜金龍 如果你在國內的證券市場久一點的話 因為他算是老前輩 他人家把他稱作叫做台股的活字典 他在7月初的時候他也說什麼 他說其實他看到一些國內的那個 操作那個航運的那個主力大戶 其實已經在做一個什麼 邊拉邊出的動作 所以說在風雲都他們做的 風雲出的 他提醒同學說 那你可能要跳船要趕快跑 所以不跑的話就會像畫面一樣被割韭菜 韭菜 但是我認為 因為他可能有一些 籌碼面的那個是正確的 但是我覺得說 其實籌碼面的變化有時候什麼 有時候是看股價的位置 股價的位置 他的變數其實還是很大 對 還是很大 好 那可是你看到那個杜老師這樣講 那你看到說 杜老師從籌碼面 但是我們看到基本面 我們看到海運的行價 那個海運的運價 貨櫃海運的運價還是上漲的 其實還是很好啊 那為什麼老師又要這樣講呢 對啊 所以很多的同學其實就是想說 這好 高票怎麼會落 對 我跟你講 很多同學在王伯奈裡面 都問通了問題 這麼好的獲利 股價怎麼會跌 這麼好的獲利 怎麼搞得好像沒有獲利一樣 那王伯你怎麼看 對啊 那我其實也想問同學 那友達群創彩晶 他上半年的獲利也很好啊 對不對 對啊 但是你看現在股價都不動 那大家擔心的是 大家擔心的是 現在那個面板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報價 不管是電視面板 或者是所謂的相關的那個 筆記型用的那個面板 如果報價反轉的話 他還能不能夠賺那麼多錢嗎 應該有吧 如果反轉的話 他可能賺的錢會比較少 對 好 所以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 以目前就我對航運產業的了解 我看了很多 國外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 專業的網站或期刊 我認為現在還是一個上升的趨勢 就是說 營收獲利或報價而言 對 單一公司的營收獲利 對運費的報價而言 基本上是上升的趨勢 但是如果說你遇到所謂的 那個下升 下降的趨勢 開始有所改變的時候 或者是說 這個公司的營收獲利 已經開始有點沒有那麼好了 那可能什麼 可能短線高點就到了 大家小心了 所以要注意的細節很多 我們還是要跟同學講得很清楚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下一頁裡面這個就是 一般來講我們在追蹤 放大給同學們看 好 航運指數嘛 航運指數啦 那其實這是波羅的海的航運指數 近期是有稍微壓回 對 稍微壓回 那除了看波羅的海航運指數之外 那有些什麼 有些在操作航運的大戶也好 或同學也好 會去看那個 上海航交所的那個相關的報價 所以你看那個上航交所的相關報價 其實就是漲漲跌跌的 所以也就是說 這一次台灣的長榮也好 陽明也好 萬海也好 或者是說 散莊的一個相關個股也好 那個船公司也好 這一次的集點 其實基本上 籌碼面的一個影響比較大 對 因為其實我們看馬士基也好 看那個中原海控也好 其實股價雖然有回檔 但是沒有這麼的劇烈 對 那就是台灣股票市場的特性 那他集點的話 他現在還會再繼續往下跌嗎 還是就先不會了 以目前看來 以目前看來 的確集點三成之後 其實現在是什麼 現在把一些所謂的那個 那個同學 或者是所謂的海軍水手 可能那個動作比較慢 把他趕下場之後 那我們也看到 我們看有一些短線的大戶 短線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 那個 主力 主力 短線的 他們是有進場做 那接下來同學就要特別留意了 特別留意什麼 特別留意那些比較大的機構法人 看他們有沒有一些動作 是不是 對 如果比較大的機構法人 包含像外資投信啊 或者是說所謂受險公司 如果他們有下去接的話 那航運公司的 航運的那個股價就會穩 往上升 就往上 往上 那快閃大戶 快閃主力 你也沒辦法阻止他們不衝嘛 對 衝來衝去 很正常的 很多同學也在衝啊 很多同學在網博的line裡面 也在問我說 我們這支高票今天要怎麼做 怎麼衝啊 現在航運如果長起來的話 應該是 他的幅度會比較平緩一點對不對 他不會像之前一樣急漲 對好 那我們就來看指標股囉 我們來看下一頁囉 好的 這是長榮啦 我想長榮當然這一波的那個 下跌的那個速度非常快 嗯 那他被關第二次之後 其實分盤交易之後 其實真的是那個動不動就跌停了 大家看到都很緊張耶 對 人家說他動不動就亮燈 動不動亮 以前動不動亮燈是漲停 動不動亮燈就跌停 好 那其實就長榮來講 他現在的那個船大概有2023 總運量大概是全球第五 所以 以這樣的一個所謂的規模來講 當然 如果說 還是繼續塞港 繼續所謂的那個卡關 然後再接下來 接那個所謂的解封後的那個 報復性消費的那個需求 其實基本上你有運量運能 其實是有利的啦 但是問題啦 你看長那麼多之後壓回啦 壓回的時候 其實是 從馬鬆動 那從馬鬆動之後 其實我們在觀察啦 那個最近是有一些外資回來買 然後呢 然後就是有一些 壽險公司啦 有些壽險公司他怎麼樣 他可能因為 看到今年的那個貨櫃三雄 獲利不錯 所以可能 跟著買 對 明年可能他會有比較高的配息 所以他在這邊可能會艱難買一點 但是我個人認為 禮拜四的一個 相關的那個股價的往上拉抬的 上面的五日線也好啦 或者是十日線也好 你對過去大概就是什麼 大概就是 一百八到一百九 如果你是做短線的話 如果你是做短線的話 其實到了一百八一百九 或者是說一百九附近 那可能怎麼樣 可能做短線就會先走 宣傳護利 所以那邊可能會稍微震盪 你如果做短線的話 你就要特別注意啦 特別 那當然 我們剛剛有提到 因為外資回來 有人認為是減便宜嘛 也有可能啦 但是我覺得啦 我覺得就是說 你還是一段一段規劃啦 所以現在不適合去撿那個便宜嗎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對於整個 航運產業的一個發展 其實已經有些雜音出來了 包含像剛才Sandy講的嘛 那個拜登可能要調查運費高漲 美國的消息 其實不只拜登 歐盟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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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又再疊一波 所以我覺得 之前大家都說我是海賊王 我是航海王 我有懷抱一個偉大航道的夢想 我覺得竹夢踏實 竹夢踏實 因為很多同學 還是要回歸現實 之前賣了你知道嗎 之前航運是賣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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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的同學失去了戒心 所以這一次才會怎麼樣 才會一下子傷那麼重 不小心被套牢了 那個你看這樣擊殺 那個真的 人家就講說 那個一招被蛇咬了 十年怕草神 那你現在知道說 航運股不是不會跌 航運股如果會跌的話 我覺得 因為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說 以長榮來講 當然沒 那獲利今年沒什麼問題 但是 股價上要看籌碼 所以就一段一段規劃 那就是長榮的部分 對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檔指標股 是陽明 陽明 陽明目前大概是90艘船 總運量大概全球第九 那這檔股票 其實我在我的耐裡面 禮拜二禮拜三 我都有提醒到這檔股票 因為我就是在等 我就是在等什麼 等他回測破所謂的月限之後 因為其實你仔細看長榮是最弱 然後陽明的話 他回測月限之後 剛好去對到前一段的整理平台區 對耶 對 然後那個禮拜三殺出了75萬張的量 那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75萬張很多都是 同學啦 或者是那種 那個所謂的水手 那個真的受不了停損 一般的投資朋友 跳船 可是你看那75萬張到底誰在買 大戶主力 對 一部分是大戶主力 我追蹤籌碼結果是有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 另外一部分就是 所謂的那個機構法人 那因為 其實不管陽明也好 常用藥 如果你去追蹤機構法人的話 很多都是什麼 很多都是某某證券的總公司 某某證券的總公司 某某證券的總公司 通常都是壽險公司 他們在那邊下單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陽明放大給同學們看就是說 之前外資是忽買忽賣 然後呢 最近怎麼有回來買 那如果說反彈上來啦 反彈上來大概 200塊上下 200塊上下就是前波套牢的一個區域 那如果你下面有接到的嘛 那我個人認為說 其實你可以短線來講可以獲利 等到200多塊的時候 再適時的把它賣出嘛 那你至少短線先賺嘛 那如果說那個 要再規劃長榮也好 陽明也好 就是要做下一段 下一段 下一段可能是要過高 如果啦 如果說要再看整個 視況去做規劃 你至少先站穩再說嘛 站穩這個腳步 然後我們再去考慮 下一步應該要怎麼樣去動作 我這樣提醒同學啦 其實有很多 短打的快閃大戶 不是吃素的 他們不是韭菜 他們很清楚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是聰明的海軍 他們已經不是無腦的海軍了 所以我們散戶朋友 同學們也是要跟著變聰明 對對對 其實慢慢知道嘛 因為你就是一段一段做 你是最穩的嘛 如果你太過於積極 施心瘋 認為會長多少 總好 反而很容易像這一次就被修理到 就被套牢了 很辛苦 好 那這是貨櫃部分 然後我們來看那個散裝 慧陽 那對散裝指標股就是看慧陽 因為慧陽大概有140艘船 其中70艘 70艘是節能船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節能船的散裝團隊 那船隊 我個人認為其實也是一樣 放大給同學們看 你看到有些外資回來 一樣嘛 你就是反彈上來之後大概100塊附近 100塊附近 如果說你有進來搶短 你有在line裡面看到王伯的提醒 你進來搶短 那你就觀察100塊能不能站穩 那如果你有低接的話 那當然100塊附近你也可以什麼 先短線賣出啦 然後你要規劃下一段就是 就是100塊這個關卡 這個套牢區 然後他真的站穩之後 然後我們再去追蹤他的營收獲利 再追蹤他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所謂機構法人的一個籌碼 就是比較穩定的籌碼 然後接下來要規劃另外一段 再來規劃另外一段 所以基本上現在的航運股 其實都是像是王伯講的這樣子做嗎 一段一段做 一定要一段一段做 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啊 因為疊下來這一段 真的很多同學受不了了 憑良心講 因為在王伯那裡面 我真的回答了好多同學 在航運上面的問題 不是只有這些 不是只有這三檔 幾乎航運股 都被問了一輪了 對所以我會覺得 對同學來講 最好的策略就是一段一段規劃 一段一段規劃 是現在最好的一個選擇方式 對 好的 那麼各位同學 今天我們透過這集 就可以大致的去了解說 現在的航運股 到底應該怎麼操作呢 就像剛剛王伯說的 比較安全的話 我們就是一段一段的去做操作 這樣呢 會比較能夠是穩住 現在現有的這個獲利 不會白白的被套牢了 好的 那如果你還有相關的航運問題啊 想要問的話 就是趕快加入王伯的Lineart 去小鼠GOD988 你有任何的問題 王伯都會給你最想盡的回覆 與建議喔 那還是要提醒各位同學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一定要幫我們的頻道訂閱和按讚喔 那我們再次謝謝王伯精采的講解 謝謝王伯 謝謝申理 謝謝同學 大家掰掰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